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 请各位同学务必记得帮杰帅一个忙 请记得帮杰帅按赞 订阅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左下角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同学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杰帅点一个赞 好 要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有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同学们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在昨天中错之后 今天终于反弹了 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个七月起始今天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七月起始 跳空开高之后 先整理了一段行情之后 最高冲到15142 接着出现了卖压 这个卖压出现之后 最低刹到15959 今天的波动幅度 其实还算蛮大的 还是有183点的幅度 所以今天形成了两段行情 第一段行情 开盘往上冲的这一段行情 以及最高点到最低点的这一段行情 当然还有尾盘的这一段反弹行情 总共三段 那这三段行情要怎么做 才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 当然就是在一开盘的时候 你绝对要站对边 你要知道今天开盘的时候 必须要先站在买方 先去抢一个反弹之后 来到了高档地区 你必须要知道那个高点转折 再给他顺势放空下来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轻轻松松把今天的行情 变成钞票 那当然讲起来很简单 那做起来难不难 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或者说有工具 也自然会有财富 在今天我们一样会分享 我们的实战操作 跟大家分享我们是如何 把今天的行情变成钞票之外 更重要是下个礼拜的行情 到底要怎么看待 我想节目一开始 我会透过大盘的技术现行图 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在分享大盘的今天这个下个礼拜的一个看法之前 我也会顺便讲一下 今天开盘这个行情 为什么奇货你必须要先站在买方 先去抢反弹 然后再做空 当然我有我的一个做法跟看法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大盘的走势图 这是大盘今天开盘时候的一个走势图 我讲过一件事情 当大盘一开盘的时候 我一定会注意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对我的操作会非常有帮助 第一件事情 我会去看一下大盘开盘的K半位置 到底它有没有有效站上5日均线 如果能够站上5日均线 那基本上今天就是属于多方在控盘 那如果说今天它在5日均线下方 那基本上今天就是属于空方控盘 那除此之外 第二件事情 我还会看一下这个台子级开盘的一个成交量 来决定我今天开盘的一个动作 好 那当然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时候 请倒不拉近 它是开高56点 不过很可惜的是 虽然它开高56点 但是昨天前天实在跌太深了 所以它依然在5日均线的下方 那在5日均线下方 我说过的这个就是要空方控盘 可是问题来了 7月其实今天也同步开高67点 也就是说今天加权指数开高 期货也开高 期货率先开高之后 加权指数跟着开高 那基本上两个都同时开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基本上一开盘就可以去顺势做一个多单 来抢一个反弹 然后逢反弹再站在空方 为什么逢反弹一定要站在空方 因为现在还是这样 今天还是空方控盘 所以我这边写的很清楚 可以顺势操作先抢反弹 那为什么可以顺势操作先想反弹 各位有空去看一下7月起始今天开盘的时候 它出现了红三冰 什么叫做红三冰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个技术分析的教学 所谓的红三冰就是在今天7月起始开盘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前面三分钟的K线 前面三分钟K线都是红色的K棒做收 红色10比K棒做收 连续三更气势如虹 这个叫做多头的红三冰 所以今天基本上 期货开高之后 现货也开高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先顺势来做一个多单 等到来到高点地区 抓到这个高点转折之后 再给它放空下来 才是最棒的一个策略 好那今天的反弹到底代不代表 大盘已经开始要走回升的路线呢 我想还没有这么的容易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MACD 各位有发现今天虽然反弹 但是MACD似乎无动于衷 各位真的无动于衷 还是要稳稳的在空方的控盘当中 整个往后拉没关系 各位可以看到 从这个16807跌下来到这个最低 这个最低价叫15102近期的低点 这跌了几点 跌了1705点 1700点 这一段下向居置线 不可能说因为一天的反弹 它就走一个反转回升的一个走势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只能说是一个空方的一个反弹 那各位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为什么这个空方控盘还在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它今天真的脱离了空方控盘的话 它今天应该一飞冲天嘛 为什么来到15142之后 它又往下杀 甚至于还跌破这个15000点 这代表说这个空方的控盘跟趋势 还是没有改变 从哪里何以见得 从这个MACD的柱状体在临轴下方 MAC跟DIF还是死亡交叉 这边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空方的趋势还没改变之前 你的多单就只能短线操作 不要留仓 各位同学 今天的多单如果你不知道要跑的话 你可能就会抱上 然后又抱下 抱上抱下 甚至于有可能赔钱出场 所以这个多单操作有技巧 只能短线操作不可以留仓 好 那再来看一下 今天为什么开盘会反弹 很简单 各位来看一下KD指标 KD指标在这个地方已经来到20以下 我这几天都一直跟大家讲 KD指标的K值D值RSV 已经扣抵20附近的 所谓的一个超卖区 这个来到20的超卖区 它随时容易出现一个 跌升反弹的行情 那基本上 今天我们只能说 是一个空方的反弹 没错 但是今天如果收红K棒 这是一开盘所画的这个K棒 那今天确实也是收红K棒 大盘目前我只能说 它初步止跌回稳 但是止跌回稳 还没脱离空方的控盘当中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只能说下个礼拜 还是在空方控盘 逢反弹 还是依然持续站在卖方 那如果说有拉回 各位如果有拉回的情况之下 在KD指标20以下的话 基本上可以去做一个 强短多应对的一个策略 所以下个礼拜的策略很简单 依然空方控盘 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 所以还不可以太大意 还不能高兴的太早 现在还是在空方控盘 然后各位你看一下MACD 还是怎样 这个柱状体还是在零轴的下方 而且又长又黑 根本就没有 没有怎么讲 往零轴 稍微这个递减 削弱的现象 所以这个空方的趋势 基本上还是存在的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有做股票的话 我认为 如果有反弹的话 就应该要做一些减码的动作 手上的持股真的不要太多 你如果持股太多的话 压力会很重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 针对大盘的下礼拜的一个看法 那我讲过了 我每一天 其实在盘中的时候 都会做这样的一份的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希望将这份研究报告 能够分享给我群组里面所有的好朋友 让他们能够很客观的 看对边做对边 不要做错边 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够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期货市场里面 选择权市场里面 都能够这样趋吉避凶 不要受到任何伤 不要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我才特别做这份研究报告 要跟全国的同学分享 那同学如果你还不是 我们群组里面的好朋友的话 如果想要得到这份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我讲过了 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做什么事情呢 来各位同学听一清楚 你只要加入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你就可以天天 各位有没有看到天天 是每一天 每一个交易日 只要我有写研究报告 你每一天都可以免费取得这个技术分析资料 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老师很简单 扫描右边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 跟杰帅成为好朋友 那成为好朋友之后 记得马上回复888 各位三个数字 我想一定会打 手机大家都会打888 三个数字 把它输入888回复之后 我们的服务人员 稍后就会立即让你取得 今天的资料 也就是说新同学 还没进来的同学 还没加Line的同学 赶快进来 回复888 只要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然后回复888 你就可以得到今天的技术分析 教学资料 那下个礼拜一 就不用再回复888了 只要回复一次就好 你下礼拜一就算 你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任何的回复 没有任何的讯息 我们一样时间到了 会在盘中 仔细听到会在盘中 把我们所完成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让你的看盘更有一个方向 不会说站错边 让你的操作更有一个明确的依据 跟方向感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学习技术分析 我讲过了 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就是为了要赚钱 但是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当然不是这样 有很多事业做很大的大老板 有很多家庭主妇要带小孩的 他们怎么可能有时间学技术分析 那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怎么办 很多人想赚钱 没关系 我早就想到了 如果你想学技术分析 没有时间学 那很简单 有功夫自然有财富 有技术分析的功夫 你自然就有财富 那没有技术分析的功夫怎么办 我早就已经想到这个解决的方法 只要把技术分析的逻辑 把它灌到操盘软体里面 用操盘软体 帮你 助记这个进场点跟出场点 那这样我想你就可以轻松的 等于拥有的技术分析再生 因为所有的技术分析写在软体里面 你跟着软体的指令来操作 你就等于按照技术分析的逻辑来操作了嘛 对不对 那在我们的这个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 基本上有一个闪电指标 就是用一个技术分析的方式把它做成的 它在8点45分 开盘价就可以闪电判断多空方向 开盘价就可以直接进场 不用等待 这个就是当冲必备的领先指标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什么 我说今天开始 7月的期货 开高67点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红山兵 那红山兵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多方的趋势确立 所以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可以跟这个加权指数同步来做多 为什么虽然是空方空盘 但是因为开盘的气势很强 出现一个红山兵的一个技术现行 所以今天开盘可以先强反弹 逢高再来布局空单 还是可以空 但是要等逢高再放空 先避开多单的一个风头之后 等到高点来的时候 已经涨不上去了 再来布局空单 那我们的闪电指标怎么说呢 来直接看答案 来各位同学请拉近 来导播请拉近 今天开盘价叫15006 它是开高 开高几点 开高67点 期货开高67点 为什么还可以做多 因为出现了一个底部红山兵 技术现行告诉我们 底部红山兵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做多点位 所以今天一开盘 这个开盘价开的很漂亮 我们的系统也 马上出现了一个讯号 叫做进场做多 所以基本上使用这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你可以领先全市场 来各位 在一开盘8点45分 你就会在15006 多单就直接进场了 那这个多单进场之后 其实结帅的手脚也很快 你有没有看到这8点45分 我们也跟这个怎么讲 跟这个闪电指标同步 同一个方向 马上迅速的告诉会员朋友要做多 因为这个开盘的时候 他的气势还蛮强的 所以我们就请会员7月起始的报价 在15028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做多两口大台子 来各位同学 这是今天一开盘没多久 我们就火速发给会员的一个讯息 告诉会员朋友 在15028附近 多单就直接进场 那当然 除了简讯跟这个闪电指标之外 如果你看的是大碳级期货系统的 单充指标的话 今天开盘没多久的第一个动作 你也会做多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9点过后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今天早上 不管你是看我们的系统 或者是按照我的简讯 早上唯一的方向就是做多 你绝对不可能做错 你了解我意思吗 而且更厉害的是 我们这道大碳级期货系统 它会告诉你停力点 在哪里 在这里 你们看到这里有个星星 这个星星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多单停力讯到 我讲过了 这根刚好是一个变盘线 这个刚好是一个变盘导锤线 来到这里变盘导锤线 出现一段很长的上引线之后 开始出现卖压之后 我们的系统按照技术分析的逻辑 在这个高档地区出现变盘线 它出现了停力讯到 所以基本上这里做多 这里要停力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高档变盘线 后面连续拉出三根黑黑棒以上 这里就往下跌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停力点基本上是有技术分析的 不是用猜测的方式 是用技术分析的方式去算出来的 那老师那这个点位到底在哪里 这个点位我们的系统甚至还会算出来告诉你 你看一下 请拉近 我们系统今天算出来的 预挂做空的转折压力点 叫做15113 那基本上我们早上开盘价做多 然后简讯会员做多 来到这个15113之后 你就可以获利了结出一趟 那做多停力看压力 看到没有 15006是开盘价 15028是我们的简讯会员做多的进场点位 来到15113之后 全部给它出掉 出掉之后涨了几点 两笔多单共计涨了384点 那当然了 今天逢反台要做空 到底要再来做空 如果你有大碳级期货系统 你今天会在15113去做空 指令在这里 请拉近 写得非常清楚 预挂做空15113 那这个地方基本上 我们的系统也有出现一个多单停力训绕 那我也之前也教过大家 我们这个系统 只要有这个多单停力训绕 它就代表涨很多了 涨很多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放空它 等一下后面还会再讲软体的操作 那当然这一段放空下来之后 当然不用讲了 点数为一样可以赚得到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11.07分的简讯内容 软体会员如果按照今天的压力转折 15113做空者 价差100点 我们建议会员在15013就可以出场了 亲爱的同学 如果今天往上操作也能够赚钱 往下操作也能够赚钱 那今天是不是一个快乐的星期五 没有错啊 今天是礼拜五啊 那但是要怎么做 你要有技巧 你要有功夫 你要有工具 那这三个其实你只要拥有一项 基本上你就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 所以说在这地方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没有 今天这个行情属于上冲 然后再下行的行情 我们还是一样 借由我们的简讯 再搭配我们的软体 多空双向灵活操作 首先开盘价做一笔多单 然后简讯会员再做一笔多单 来到15113把它出掉 一笔多单214点 另外一笔多单170点 接着再放空下来 赚这一段100点 两口单200点 加起来叫584点 恭喜我们的系统用户高 那当然我讲过了 现阶段除了日盘的行情之外 其实夜盘的行情 波动的这个区间 也幅度也非常的大 那当然我也知道 有很多同学现在都在参与夜盘 可是有很多同学想参与 却不敢参与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同学都是因为没有办法盯盘 所以完全不敢做期货 同学如果你想要做期货 却没有办法盯盘的话 你一定要来找结帅 因为只有结帅可以帮助你 怎么帮呢 你如果不能盯盘很简单 我们的系统可以帮你盯盘 那老师我还是不能看软体 好你不能看软体没关系 但是我们的软体有声音提醒功能 你可以打开它吧 我讲过了 我们现在很多会员朋友 都喜欢把软体装在手机里面 现在每一个人手机 是随身物品 走到哪就会带到哪 如果你把这个操板软体装在手机里面 你绝对会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跟电话一样 你电话放包包里面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 你怎么知道有人打电话给你 打开手机的声音嘛 那我们的系统也有声音提醒功能 跟电话一样 当它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不管是坐多或放空 我们的系统自然会在讯号出现的时候 会发出叫声来告诉你进场操作 所以基本上来咯 不能盯盘的同学看这边 如果你不能盯盘你更需要有这套系统 因为我这套系统有声音提醒功能 你可以听到系统所发出来的叫声 再去看讯号做动作 那操作期货你自然就不用盯盘了 盯盘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的 大碳级期货系统帮你盯盘 盯到可以出手操作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声音提醒 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且会带进带出轻松操作 那做法怎么做 来 各位我们开始来讲解了 这个做法有两种 我每天其实都讲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操作方式 来 首先第一个方法 跟着碳级箭头来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 直接多单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的时候 代表空单可以直接进场 各位红色箭头做多 绿色箭头放空 这个应该很容易懂吧 这个我想小学生听了 都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的系统操作真的很简单 看到符号 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那看到这个新兴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部位可以获利了结出场 来咯 开始来咯 不管是做多或者是放空 我再强调一遍 你如果不能盯盘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发出叫声 我们从昨天的夜盘 讲到今天日盘 你总共会做四趟 赚四趟 来开始咯 开始来看咯 昨天的夜盘第一个交易讯号 叫做箭头向上 很清楚吧 那如果你没在看盘 没关系 你的系统会发出叫声 你当你看到这个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 你只要乖乖的跟着进场做多 然后不管它 等到这个停力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的系统再度发出叫声 你再去看一下你的软体画面 原来多单已经停力了 你赶快把多单卖掉 可以拿下几点 77点的价差空间 这是昨天夜盘的第一段价差的机会 那还有没有第二段 有下半夜 半夜的时候在睡觉 你根本更不可能看软体画面 可是你又想赚钱怎么办 没关系 你睡你的觉 这个地方出现了买进讯号的时候 你的系统自然会发出叫声 你虽然在睡梦中 但是你听到叫声 你把它当作闹钟 赶快起床来 做了一笔多单 接着继续睡你的觉不理他 来到了更半夜的时候 这里突然出现一个停力讯号 你的手机再度出现叫声 你这时候应该很高兴 因为这代表说你已经赚钱了 你的手机才会叫 那你的手机叫的时候 你看了一下软体画面 真的赚了85点 赶快给他卖掉 放在口袋 好好的睡个觉 结果隔天 你今天一醒来的时候 你发现 你竟然多了一笔77点的利润 以及一笔85点的利润 这两个加起来多少 150点 你一口单可以赚3万块 你想想看 你在半夜半梦半醒之间睡觉 结果醒来之后 你发现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 又多了3万多块出来 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连睡觉都有钱赚 而且是在半梦半醒之间 你连看盘都没有看盘 系统帮你盯盘的结果 你只是跟着讯号乖乖照做 你就可以赚他个150点 150点就等于3万块不是吗 起床之后继续做 来 你去上班了对不对 不能盯盘对不对 没有关系 他会帮你盯盘 第一个买进讯号 就出现在9点过后 那你只要看到箭头向上 就跟着进场做多 来到这个高涨地区 刚刚给大家看过了 出现了停力讯号 赶快把多单卖掉 赚32点也是不无小补 6000多块 对不对 一天的薪水就给他赚起来 有些人一天的薪水 搞不好都还不到6000多块 接着再等第二个交易讯号 第二个交易讯号 是在盘中 出现这个下跌的时候 刚好在这里出现一个放空讯号 一样 听到叫声的时候 跟着进场去操作 那听到叫声跟着进场操作的时候 来到这里出现停力讯号 赶快把空单回补掉 以免报下 尾盘又反弹上去又报上 来亲爱的同学 你看哦 从昨天的夜盘到今天的日盘 总共有一趟交易 两趟交易 三趟交易 四趟交易 分别是三趟做多的交易 以及一趟放空的交易 如果有这套系统 你还需要盯盘吗 不需要 而且我再强调一遍 我们这个探极当中指标 全体的会员 所看的指标 都是同一个指标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指标 叫做探极当中指标 它是三分钟指标 那这一套系统 为什么值得你信赖 因为我讲的指标 就是我们全体会员 所看的指标画面 所以绝对是同步的 我如果在节目上告诉你 我们这样操作是赚钱 那会员只要跟着做 也绝对是赚钱 除非会员不做 或者是没有跟着做 那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还有没有第二种方式 当然有啊 第二种方式更厉害了 就是跟着探极星星进场 这个探极星星你记得 它就是一个抓转折的一个讯号 是一个抓转折的讯号 什么意思呢 我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讯号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行情涨多了 它才会出现多单停力讯号 涨很多了 涨不上去了 它才会出现多单停力讯号 那这时候代表高点转折到了 你可以进场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好 那如果说出现了空单停力讯号 代表什么意思 行情已经跌非常深了 跌非常深的情况之下 代表低点转折到了 低点转折到了要干嘛 就直接进场做多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 昨天有没有机会去做一段空单 有 就是第一个多单讯号出掉的时候 基本上来到这里是一个高点转折 如果你乖乖的跟着做 来到这个最低点 你看一下这幅度 这个区间幅度还有173点 昨天其实你可以先做多 然后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高 逢高放空的动作的话 来到这里多单出掉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再反手放空 这个反手放空下来 你有发现他有173点的机会 你一定要赚173点吗 不一定吗 你赚个50点可不可以 可以 你赚个100点可不可以 各位 50点100点是不是钱 都是钱嘛 你了解我意思吗 好 再来哦 那今天有没有机会抓转折 来请拉近 有 今天开盘第一个交易讯号 各位刚刚看到 是不是做多的讯号 来到这里是不是出现停力讯号 因为刚刚我解释过了 这一根叫做什么 导锤线 高档的变盘导锤线 有没有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很明显的 高点转折的一个停力讯号 来到这里 把多单出掉 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领先指标 领先这个指标讯号 先做一趟空单 这里出现放空讯号 再加空 来到这里全部补掉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停力讯号 因为这里出现一个长红吞噬 右长红左长黑 这个叫长红吞噬 这是一个反转讯号 所以我们的系统 也是按照技术分析的逻辑 出现停力讯号 这里空 这里补 可以拿几点 172点 非常清楚 然后这个交易讯号 你还可以再强反弹 因为出现了长红讯号 长红吞噬的讯号 左长黑 右长红 长红吞噬之后 你在这里 去给它做一趟多单 到尾盘 还是有92点的价差空间 所以亲爱的同学 我再讲一遍 买软体 并不是指标越多 不是这样 你买了很多套软体 你发现你指标很多 可是你却赚不到钱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就出在指标那么多 你怎么可能赚钱 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八个指标 十个指标 你要选到一个对的指标 它的几率叫八分之一 它叫十分之一 那长年累月下来 你怎么可能赚钱 我认为一套 真正专业的超玩系统 必须要让你简单 一看就懂 最好是只有一个指标 因为一个指标 你就永远不用拆 而且方法稳健固定 我们的系统 强调就是单一指标 单一指标 三分钟指标 探期当中指标 全体会员所看来 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同学 月底快到了 我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 我再讲一遍 老板已经在念了 这个月底之前 一定会收起来 各位同学赶快把握 限时抢购 轻松拥有 我们的三项商品里面 大探期期货系统 台子期当中讯息 选择权当中讯息 买一项送一项 这个优惠活动即将结案 1加1等于399 非常的优惠 非常的划算 买一项送一项 会期不变 399 有兴趣的同学 赶快拨通电话 0800 370888 直接来电咨询 这个活动内容的专案 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失望 你会非常的满意 而且你可以很轻松的拥有它 那如果同学 想要学会技术分析的话 我再讲一遍 节目快结束之前 我一定会再讲一遍 赶快加入我们的 功夫期货的粉丝团 因为只要加入之后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技术分析资料 那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好 来 扫描右边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来各位同学 先加个好朋友 我们好东西 自然就会跟好朋友 来做分享 在加入好友之后 马上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立即回复888 应该大家都会回复吧 打个数字888 三个数字 那打完之后 我们的服务人员 稍后 就会传送 今天的技术分析资料 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那下个礼拜开始 每天都会免费的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而且是盘中传给你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加LINE 一起来学功夫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同学们 操作顺利 周休二日假期愉快 我们下周 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期货市场 鬼追多变 唯有实战 才是王道 每周一至周五 下午两点半 准时收看 五期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直播节目 东森期货 有期货大师杰帅 教您定底子 真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